大家好,我是王炳森,我讲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这个案例是李洪诚老师的书里面讲的一个案例 他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财印可以互换 就是比如说财代表父亲,印代表母亲 但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财心受课了,反而是母亲出事 或者印性受课了,反而是父亲出事 虽然我们说这个命理学它很多的理论都可以变通 但是有些东西你是没法去变通的 所以说我对于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不敢苟同的 但是他举这个案例,我可以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例是,案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就不能够佐证这个财印互换的这种理论 首先来说是三个鬼水,这是笔结纵横了 咱们经常讲过,然后刻这个金黄财心,这叫笔结真财 我们就会发现财心代表父亲,那财心是有点被刻的 那么肯定是有点科夫的像,然后呢早年第一步大运 你看人影大运,你看结纵又出来了,我之前也经常讲 我说如果圆剧当中有群比真财,第一步大运又走结纵大运 那么科夫的像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它是有一些化解的地方 或者你要看命运当中有些其他的条件存在,为什么呢 这里面是两个银木,两个卯木,这还有一个亥水,亥卯也是半合木的 我们之前讲过这种,比如说群比真财 你可以用官杀来护财,也可以用食伤来卸财 这个官杀跟食伤都可以在天干,但是也可以在地质 特别是月质,或者是地质的力量非常旺,就是说三个鬼水 虽然会克丁火,但是地质的卯木非常的旺 那么鬼水都会去贪生旺克,大量的力量都会去生这个卯木了 那么克丁火的力量就弱了,你可以认为这三个鬼水呢是一条河 然后呢这条河向着流,流过来是干什么呢,要克这个丁火 但是呢下面有很多的他流过一片草地,茂密的草地 然后呢这些水分呢都被这些草,花草吸收了 那么他流到丁火这个地方的力量就非常弱了 他就丁火的克制就弱了,而且呢丁火也可以有卯木为根嘛 他也是有这种根的,所以说呢,仔细来看 就是说你粗坑可能是感觉像是克负的,这个丁火才行是被克的 但是你仔细分析,你会发现,丁火才行它实际上是受到保护的 那么在人银大云,它是人银大云,而不是人子大云 人银大云呢,银木,银某也是合在一块的 而且银亥也是合木的,其实木的力量就更旺了 而且银木当中本身有冰火,冰火就是这个丁火的一个根器 所以说呢,丁火呢,它反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它反而有问题的,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银金其实是存在问题的,其实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啊 首先来说,丁火会克银金,是吧 那么两个卯木在害水的帮助之下,就是害水生这两个卯木 就是它去推着这两个卯木去克银金 所以说,在这里面最受伤的,其实不是丁火,而是银金啊 因为鱼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这两个卯木又得到害水来生 又得到这些鬼水来生,它的力量全部就集中在这两个卯木上 这两个卯木上一冲这个银金,然后呢,银金要被冲,又被盖头克 所以说它是不利的,它是不利的,那么硬性就代表母亲啊 那么,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就是在这个人银大运 就是劫财大运的这个丙武流年 首先咱们说了,就是在人银大运的时候,就是银某木 再加上害水,因为银害也和木嘛,都联合起来是来冲这个银金的 那么在被冲的情况下,它已经受伤了,是吧 如果在被克,或者遇到死木绝的这种流年,它就非常的不好 那么到了这个丙武流年,到了丙武流年呢,它是又有望火来克这个银金 就是天干又见到丙火了,丙丁火一块来克银金,是吧 然后呢,地支呢,这个银武,这个银,跟这个武火,又伴合火,又去来克这个银金 所以说银金就面临盖头克,某木充,而且呢,银武半合火,它又来克它 所以说呢,这个受伤的银金,就成为破铜烂铁,就完全死亡了 所以说呢,在这一年,实际上就变成了母亲去世,父亲呢,反而没有什么问题 这些课呢,我们就先讲讲啊,就是为什么这个群比正在克服,为什么母亲又在 下一节呢,我们接着来讲,就是为什么在财心变旺的流年,而父亲反而有出事了呢 好了,这些课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